第101章 是不是不欢迎我呀 村主任王景义看到王平安的表情不对 顿时吓坏了 捂着胸口 咄咄嗦嗦地说道 死了 到底死多少啊 应该不少吧 可能有两三只 或许四五只 你那是什么表情啊 王平安最受不了 村主任看傻子一样的表情 哎呀 你差点吓死我呀 你说是什么表情 心道的小鸡苗 死个三五只 不是很正常吗 王景义扶着墙才能站立 腿都下软了 来闹市的米静友 顿时不淡定了 吼道 胡说 如果是同一家饲养厂的鸡苗 不可能只死三五只的 我家死了三四千只 你家凭什么只死三五只啊 事实真相 就是这么残酷啊 啊 你接着闹 我是来看热闹的 王平安抱着胳膊 表情真挚地说道 米静友是火冒三丈 一肚子郁闷 现在反而没处发泄了 同一家机场的小鸡苗 你这里没事 难道真的是我的饲养方式有问题 那还怎么闹啊 王景义终于恢复了一丝力量 腿不软了 声不颤了 大声喊道 你听到没有啊 大伙听到了没有 这不是我的问题 肯定是饲养方式有问题 我外甥能坑我吗 他向我保证过的 都是心肤化出来的小鸡 绝对健康没问题的 米静友为了验证真假 带着自己的几个人 来到王平安的桃园 果然没有看到死小鸡 三千只鸡苗 只多不少 这事没完 等我再问问其他的饲养场 我再来找你的麻烦 说着 米静友是骂骂咧咧地走了 王景义开始来劲了 在后面大声吼道 你不会养鸡 你可以学啊 你连二傻都不如 还有脸来我家里闹 真是长脸了 老子以后啊 要跟你绝交 别再说认识我 别再想从我这里 买便宜的鸡 泥马 又躺枪 王平安气坏了 恨不得上去抽他接耳光 让他长点记性 村里人是说说笑笑 围着王景义 又说了一会儿话 大家也就散了 米贵只没看成热闹 觉得无聊 想跟着王平安 去他的桃园里看一看 结果还没到地方呢 铁栅栏就锁上了 米贵只气坏了 骂骂咧咧的 让王又军 推着轮椅回家了 王平安没时间 陪奶奶闹他 上午事情多着呢 在桃园中间位置呢 搭建了几个 给鸡避雨的小棚子 王德贵 从建筑工地过来 休息的时候看到儿子呢 已经搭建了几个 简易的棚子 二宝啊 你这么急着搭棚子干啥 等中午休息了 让文财帮把手也好啊 自己一个人干 太累 我夜观天象 发现下午可能要下雨 还是早点准备 比较妥当 王平安头也不抬 地回答道 儿子厉害了啊 居然会夜观天象了 到底准不准啊 王平安无奈 只好说真话 天气预报 已经安排得 妥妥当当 连续两天大雨 错不了 王德贵的嘴角抽搐 差点被儿子忽悠了 王德贵拿出手机 对照一下 发现是确实如此 才帮他一起搭建棚子 王田田从隔壁果园 绕了过来 气呼呼地喊道 二宝叔叔 今天怎么锁大门了 是不是不欢迎我 你不是进来了吗 咋了 今天这么大的火气啊 王平安笑道 哼 人家转了好久好久 才进来的 才没有火气 只是奶奶 不让我上幼儿园 说浪费钱 王田田说着 一屁股坐在一棵桃树的下面 背靠着树干 大口的喘气 你苏奶奶 不是帮着劝说吗 怎么着 没有效果呀 王平安问道 我奶奶说了 如果苏奶奶帮着出钱 就让我上学 不然就别废话 王田田学着奶奶的口气 非常沮丧地说道 这就比较尴尬了 王平安一时也想不到说辞了 王德贵停下手中的火 叹气道 乃就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人 没上过一天学 你妈也劝不了 毕竟幼儿园在镇上 除了钱 还需要天天有人接送呢 正说着呢 王文才也从隔壁果园绕了过来 二宝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把大门锁了 是不是不欢迎我呀 王文才气喘吁吁地问道 王田田忍不住了 捂着小嘴满地打滚 王平安懒地解释了 关个大门 我招谁惹谁了 你笑啥 王文才愣了 非常不满地瞪着王田田 吓你咋了 王田田从来不怂 一副宝宝今天就想吵架的模样 王文才没话了 思前想后 还是不跟一个孩子计较了 跑到厨房一看 顿时炸毛了 二宝 黄鳝呢 不是说今天在吃的吗 是今天吃的呀 早晨吃的 王平安懒洋洋地回答一句 王文才的心都碎了 亏自己还是跑来的 却得到这种结果 难以承受我 你为什么这么馋 非要早晨吃黄鳝 中午不行吗 自己上午没撞车 本来心情很好的 现在什么都完了 现在心态都崩了 王田田这时候呢 已经拿起了菜篮子 喊道 二宝叔叔 快中午了 我去咱们菜园摘菜了 好的 那让麻雀陪你一起去吧 免得被人家的狗咬着 王平安说着 吹起了口哨 大黄狗的声音 很快就从山上传出 并且快速地下山 王文才再次愕然 感觉自己是不是误解了什么 一个智商欠缺的家伙 一个经常饭儿的孩子 自己跟他们计较什么呀 想吃什么 自己动手啊 棚子搭建好了吧 咱们去池塘边 再抓点黄山 王文才尝试地问道 行啊 铁锹就在那 你自己去挖吧 当我没说 如果不是怕蛇 自己早就去挖了 哪还用得着求你呀 正说话间 突然听到隔壁果园 有人喊二宝 透过桃园一看 看到来往提着一个小桶 正在铁网的护栏处 大声喊着 二宝 怎么锁住大门了 是不是不欢迎我 王平安突然觉得 这个铁栅栏 涉及的有问题啊 这个护网也有问题 需要改动一下 来往接着喊 我家北地的池塘清理了 挖出一些黄山和泥酒 给你送来一桶 从哪过去啊 第102章 你的小鸡 好可爱啊 有位名人说的好 吃货改变世界 为了吃 人类有时候可能会改变很多 比如说懒惰 甚至是敌对关系 王文才提着小桶 把来往带到桃园 一脸的喜悦 喊道 好多黄山和泥酒啊 够咱们吃三天的 你怎么这时候清理池塘啊 王平安扫了一眼 小桶里的东西 不解的问道 来往是左看右看 才谨慎的小声说道 咱们村的民兵队长 打工回来了 那家伙 好歹鱼 不管谁家的 歹着 就成他家的 所以 村里的民兵队长啊 其实就是一个虚指 平时也不知道有啥用 但是每个村 似乎都有一个 有的地方呢 叫民兵队长 也有的地方叫民兵连长 也有叫 治保联方队长的 工资很低 每年有千把块钱就不错了 所以呢 为了生活 民兵队长呢 也跟普通的村民一样 会出去打工赚钱 最近外面的经济不太景气 工厂倒闭朝频线 陆续呢 有打工回来的村民 王景村的民兵队长 叫石头 大名叫王景石 是村主人 王景义的堂弟 是虎子的父亲 在村子里啊 混得不错 有一帮闲散青壮年 喜欢跟着他玩 不过这个人的名声不好 偷鸡摸狗的事没少干 甚至连自己村里的东西 那也不放过 背地里啊 很多人都骂他 虎子那偷鸡摸狗的能耐 就是跟他学的 正所谓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的儿子 会打洞 上年春节 村里池塘的鱼被偷事件 有人说 就是石头队长干的 听说队长回来了 全村人都是特别的紧张 先把自家的池塘里 清理一遍再说 连泥铸黄山都不给他留 提起这个人 王平安有些皱眉 以前没少被他欺负和捉弄啊 不过现在嘛 王平安非常谦虚的认为 自己一只手打他们全家 应该不成问题 王田田提着菜篮子 满头湿汗的跑回来 篮子里装满了辣椒 茄子 黄瓜 西红柿 佛手瓜 秋葵 几乎把整个菜园子里的种类 都摘了一个辫 大黄狗跟在后面 一脸的骄傲 不知道又惹出什么事了 王德棍看得直皱眉 问道 哎呀田田 你又去偷菜了 摘自己家的菜 怎么算偷啊 王田田是一脸不解的说道 王平安怕孩子被误解 急忙把前天发生的事情呢 解释了一遍 既然是邻居 互相摘点自家种的东西 也能接受 并且 以神农蜜桃的价格 换一点蔬菜 王洪亮不亏呀 王德棍听完解释 顿时大笑 深以为然地说道 哎 田田 干得漂亮 其实旁边那些火龙果 芒果香蕉 百香果之类的 也是咱们家的 王平安 王文才来往三个大人 那是面面相去啊 发现自己的世界 还是太简单了 王田田却是一脸的兴奋 喊道 哎呀 爷爷你早说呀 早知道这样 我就再摘几个火龙果回来了 不过叶子刺刺的 我怕扎着手 你可以喊路声帮你摘吗 那孩子还是很乖的 嗯 我记住了 听着两个不靠谱的人说话 王平安觉得心好累呀 自己犯傻的时候 都不敢这么想吧 正准备回去做饭 却听到手机响了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为何每个妹妹都那么骄傲催 王平安皱眉 觉得这个铃声太哀怨了 得找谁帮自己换一个 瞅了一眼来电显示 才接通电话 平安小哥哥 在家里忙什么呢 许晴那妩媚的声音 从电话里边传出来 养鸡呢 王平安回答 本想纠正一下 说他又把年龄称呼搞错了 不过犹豫一下 没说出口 养鸡 你的小鸡一定很可爱 我还没有见过呢 等一会儿 我想到你桃园里看一看 哦 好像已经到了 都已经到了 那还说个啥呀 王平安挂断电话 给旁边的人说一声 去铁栏杆那边 接许晴了 许晴已经把红色的 宾利天月停在路边 他今天穿着时尚的 镂空破洞 修身牛仔裤 白色休闲鞋 黑色低胸T恤 把丰满身材 衬托得是更加火爆 王平安跑到大门口的时候 看到许晴正弯着腰 从后备箱里拿礼物 长发披散 胸前露出一抹雪白 这是什么 有沟壁火吗 王平安迟疑了一下 强行移开自己的目光 觉得自己都是正常人了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犯傻 这是 这口水 怎么又流出来了呢 你要控制住你积极啊 可能 也许是因为看到他提来的名贵的好酒 我才流口水的吧 毕竟这两台茅台 还有两瓶五粮液 很值钱啊 平安 你出来了 看啥呢 口水流出来了都不知道 许晴抬头笑着问道 好酒 好白 是 白酒 好大 王平安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接过许晴手里的酒 往铁皮屋走去 太尴尬了 自己到底在干嘛呢 许晴又拿出两提饮料 跟在后面 抿着嘴 笑容有点狡狭 还刻意的挺了挺胸脯 哇 几天没来 桃园里的草长得好高好快啊 快到我的膝盖了 平安 你别走那么快 告诉我 你的小鸡呢 我 我的小鸡 这话听着 怎么这么怪呢 不过 不用解释了 前面的小鸡群 已经出现了 听到动静 以为来食物了 叽叽叽叽 黄色的浪潮 把王平安和许晴围住 平安 你的小鸡好可爱啊 我要拍照片 发朋友圈 许晴说着 放下手中的饮料 开始拍照 两张小鸡群的远景图 两张近照 两张王平安的合影 六张组在一块 他非常满意 发在了朋友圈 图上标题一句话 朋友的小鸡 好可爱 于是 从这里开始 等走到铁皮屋的时候 他的手机微信 提示音就没有断过 叮叮叮叮 当当当当 看到许晴又带着 一堆礼物过来 王德贵有些慌乱 客套两句之后 找个机会溜了 给老婆打电话 咨询一下下面该咋办 王文才和来望 看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进屋 有点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怎么聊天 倒是王甜甜丝毫不惧 瞪着大眼睛 好奇地说道 姐姐家一定很有钱 居然带了这么多礼物 来蹭饭 第103章 我家很穷的 听到王甜甜的问题 许晴是犹豫了三秒钟 才认真地回答 我家很穷的 我家保镖也很穷 厨师也很穷 司机也很穷 总之都很穷 那姐姐 你可真是大方啊 家里这么穷 居然还带了这么多礼物 等吃完饭 我让二宝叔叔 多给你带一些礼物回家 王甜甜当真了 感动坏了 太感谢甜甜了 许晴憋着笑 揉着她的小脑袋 表示感激 不过 这辈分好像乱了吧 王文才和来望 站在门口非常的拘束 不敢靠边搭话 穷的能够请得起保镖 厨师 司机之类的 我们无话可说 只是有点小期待 希望自己某一天 也能穷到这种地步 咸鱼也是有梦想的 万一翻山了呢 我去帮二宝烧锅 来望找了一个理由 躲进了厨房 我去帮二宝洗菜 王文才找了一个理由 凑到王平安的身边 小声问道 这么漂亮的城里女人 你是怎么认识她 她是花果山公司的 老板秘书 来我家买西瓜 就这样认识的呀 王平安回答道 王文才附在她的耳边 神秘兮兮地说道 以我恋爱多年的经验来看 她好像在追你 追我 哼 跑断她两条腿 也甭想追上我 王平安是极度自信地说道 我服了 确实 你凭实力单身 谁也追不上 王文才一副被打败的模样 王平安又说道 别说我 那你呢 以前听说 你在大学里谈了一个女网友 现在毕业了 你们结果如何呢 王文才脸上浮现出一丝苦涩 毕业前 她在微信上突然对我说 我们同时删除对方 再通过摇一摇 看何时再摇到对方 这样才能够证明两个人很有缘分 可以天长地久 我觉得挺浪漫的 我就答应了 可是我摇得胳膊疼 也没摇到她 我这时候才明白 她是把我甩了 王平安拍了拍她的肩膀 安慰道 别气馁啊 继续摇下去 总有一天 你会摇到她的 王文才无语 我要听的安慰呀 并不是这个呀 许晴的笑声 从两人身后传来 王平安说道 喂 你笑什么 偷听别人说话 不太好吧 才没有偷听呢 我是光明正大听到的 不过 我又没有笑你们 我在看微信朋友圈的回复呢 许晴说着 她把手机放在王平安的面前 把刚才发的小鸡朋友圈的回复 拿给她看 小情子好污啊 这是照片上那位帅哥的小鸡吗 确实很可爱 好想吃 网天 我又看到了什么 灰鸡 还是火车 乌乌都不堪入目啊 看成小鸡鸡的朋友 请回666 桃园风景真漂亮 有桃子有水有草 你们在玩真实版的吃鸡游戏吗 大鸡大利 今晚吃鸡 除了乌破天的一些回复 余下的都是整齐的666回复 显然大家都认为她是小女巫 然后呢 许青当着王平安的面 统一回复说 想不到 你们居然是这样的朋友圈 明明是很正常的一些图片呀 被你们想成什么了 丧心 许青笑着 心满意得 然后把手机锁平 王平安看得好吃地 好多看不懂啊 第一次觉得小学文凭不够用 必须要进修了 至少也得拿一个初中毕业证回来吧 好多泥丘和黄鳝啊 怎么做才好吃呢 我家的厨师 做的黄鳝 我一直不太满意 可是我爸妈却觉得好吃 软绵绵的 口感太清淡了 王平安回答道 你喜欢重口味啊 我懂 等一下我们做椒盐黄鳝 和麻辣泥臭干锅 谢谢平安小哥哥 还是你最懂我啊 许青的眼睛开始对他放电 王文才觉得自己又成了超级大灯泡 没话找话 哎 大黄狗呢 你们谁看到大黄狗了 我看到他上山了 王田田拿着许青拿来的酸脚汁 一脸的幸福 蹲在门口说道 他这时候上山 搞什么 该不会看来客人了 又想捉只竹鼠吧 王文才笑道 刚说到这儿 就看到大黄狗的身影 从建筑工地后面的缺口的地方跑回来 嘴里边叼着一只野兔 那兔子还没死透 仍在蹬腿 不时地挣扎一下 看到这种情况 连躲进厨房的来往都坐不住了 惊叹道 这大黄狗成精了吧 守着一座荒山 却成了你们的肉连场 天天都有野味吃啊 这只兔子好丑啊 可以吃 王田田同样兴奋地喊道 王平安的嘴角有些抽搐 都说让大黄狗低调一点了 谁知道这货是个人来风啊 人多了 就更喜欢显摆啊 上次给他喝了一些神冬矿泉水 整体力量速度反应能力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超过同级别的猎狗太多了 于是山间野味就遭了殃啊 只要是被他发现 几乎很少失手 啪啪一声 大黄狗把抓到的猎物 扔在王平安的脚边 等待主人的夸奖 这只野兔有三四斤 没有昨天抓到的竹鼠肥瘦 但是在附近的野兔当中 这属于正常体重 麻雀干得不错 好好干 下次抓只野鸡回来 我给你留一条大腿 王平安想把大黄狗的目标 转移到天空 这样呢 才能够给荒山里面的小野味 留点繁衍的机会 大黄狗爽快地答应了 如果大黄狗知道野兔有翅膀 他不知道会经历怎样的绝望 原材料已经齐全了 王平安开始动手做菜 今天人不少 估计一会儿母亲和父亲呢 也会过来凑场 多做点菜 有备无患 泥酒干锅 椒盐黄扇 红烧兔子 酸辣佛手瓜 秋葵尖椒 西红柿淡汤 做了五菜一汤 本来还想做 谁知道母亲打过来电话 说中午呢 不过来吃饭了 让他招待好朋友就行了 来往帮他烧地锅 王文才帮他洗盘子洗碗 而王平安系上围裙 专心做菜 那专注的小眼神 看得许晴师眼睛放光啊 偷偷拍了好多照片 刚把饭菜端上桌 欧阳柯柯的电话就打来了 有些郁闷的问道 你要邀请许晴过去完了 怎么不给我说一声 发微信 你也不回 啊 是他自己来的 没有邀请 你有时间 也过来玩啊 好的 不说了 我们正准备吃饭呢 说完 早就饿坏的王平安 开始吃饭 没看到许晴那忧怨的目光 第104章 你们抽水干什么 今天中午 王平安开了两瓶茅台 号称学车不喝酒的王文才 一个人干了半瓶 直说醉话 来往身体强壮 能喝一些 喝的有六两左右 自控能力比较强 第一次喝这种好酒 也不敢再讨要 王平安等他们喝足了 自己才把剩下的一点酒喝光 他一个人总共喝了九两左右 除了打了几个酒格 其他根本没有反应 茅台作为酱香型的酒 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回味悠长 但是度数很高 平时能喝一斤浓香白酒的人 喝53度的茅台 六两左右 就会撑不住 要醉倒 许晴笑着一直给他们针酒 自己和王甜甜的喝果汁 因为下午还要开车 绝对不允许自己喝酒 四个大人 一个小孩 不但喝光了两瓶茅台 还把桌上的菜吃光了 二宝烧的菜真好吃 比我家的厨师强多了 许晴也是跟着大家的叫法 喊王平安的小明 还行 是你家厨师太差了 王平安谦虚地回答道 怪不得你家的厨师那么穷 原来烧菜不好吃 王文才喝高了 言语明显大胆起来 开起了玩笑 二宝烧菜的水平确实厉害 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他会烧菜 来往比较实在 喝的不少 思路倒是非常的清晰 许晴趁大家喝了不少酒 开始套王平安小时候的事情 王文才和来往呢 说了不少 但是王平安一句话都没有泄露 这点酒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开胃小菜一样 太简单了 这时候 地头池塘边 传来沉闷的发动机声音 常在农村生活的人呢 可以听出来 那是柴油抽水机的声音 啊 抽水机的响声 怎么听着就在桃源地头啊 来往皱眉 惊讶地问道 其实王平安的听觉更为灵弥 早就可以确定抽水机的位置 确实在桃源地头 按照农村的规矩 谁家地头的河沟池塘就归谁 一声招呼不打就抽水 不管是灌溉还是捕鱼 绝对是找事 走 出去看看 王平安倒也平静 因为他有自信 可以摆平村里的很多事 来往 王文才 许青 王田田 都跟在他的后面 大黄狗开路 浩浩荡荡 向桃源大门口走去 池塘边 队长王景师抽着烟 眯着眼睛 盯着铁栏后面的桃子 眼中流露出不加掩饰的贪婪 村主人王景义在旁边劝道 兄弟 你别一回来就闹事 都是一个村的 闹出乱子 丢的是大家的脸面呢 石头一副凶悍的表情 扔烟头 狠狠地弹在铁栏杆上 说道 哥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二傻的麻烦 我是找定了 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 虎子被他欺负 就惨了 当老子的 不能不提儿子出头 再说 这池塘又不像土地 没有明确的产权归属 我嘴馋了 想吃几条鱼 谁敢说什么 你 你这样 会出事的 王景义总觉得这事不妥 急得胸口疼 不远处的路边 把这两台柴油抽水机 把北面的一个池塘的水 往南边那个池塘里边抽 这两个小池塘呢 都在王平安家的地头 都水王平安 先抽干一个清理碗里边的鱼虾之后呢 再放水抽另外一个 虎子和豹子 以及他们找来的三个通灵人 嘻嘻哈哈 看着池塘里的水位 一点一点的往下降 前段时间 二傻太嚣张了 有一次在路上见到他 他居然还想打我 今天 得让他吃点亏 尝尝被我们欺负的感觉 虎子是忍了这么久 早就气坏了 今天终于有报仇的机会 他显得是极为活跃 不时的对身边的几个小伙伴 说上几句狠话 豹子呢 有点胆小 或者说是被王平安下出了阴影 担忧的说道 哥 二傻愣头愣脑的 力气又大 要是我叔镇不住他 那就麻烦了 虎子气道 麻烦个屁 镇不住他 咱们几个联手 还能打不过他 等一会儿 你们看我的 只要我动手 你们千万不能怂 这时候 天空突然飘来一片乌云 把太阳遮住了 狂风乍起 把树枝吹得是哗哗作响 王平安在风起云涌的时候 推开了铁蓝大门 略显稚嫩的面孔 有些憨厚和疑惑 你们抽水干什么 王平安看着王景义和石头 石头非常的蛮横 手指头快指到王平安的脸了 喝到 我想干啥就干啥 关你二傻屁事 不想挨揍的 给我滚一边去 王平安退后一步 扫了石头一眼 又把目光移到王景义身上 村主任 你不想说两句吗 王景义一咬牙 决定装糊涂 我能说啥呀 这又不关我的事 我只是吃饱了 过来消消食 你们该干嘛干嘛 别往我身上扯 石头听这话 觉得已经得到了王景义的支持 顿时是更加嚣张 上前一步 推了王平安一把 嘲弄道 滚回去 让你老子过来跟我说话 你还没有资格 过问村里的事 王平安被他推了一把 又退后一步 眉头已经皱得很深 许晴早就看不惯了 站出来喊道 你干嘛动手啊 我们只是问一句 又怎么了 你这人 怎么这么嚣张蛮横 哼 这就叫嚣张蛮横了 你这臭女人 你再多说一句 我连你一起打 石头说着 扬起巴掌 就往许晴身上走 只是他的手腕 突然被王平安抓住 像铁钳子一样紧 只抓着他 疼痛难忍 嘴角都有点抽搐 你要打谁 王平安冷冷地盯着石头 他今天要问个清楚 哎呀 你这傻子 还真是有一把力气啊 老子就要打你 连那个女人一起打 怎么着 石头忍着疼痛 另外一只手握成拳头 朝王平安的脸上回来 王平安秃得抬腿 后发先至 踹在他的小肚子上 砰的一声 直接是踹出两米多远 来打我呀 连女人一起打呀 你他妈怎么倒下了 不等石头爬起来 王平安就冲了过去 一脚一脚地踢在他的身上 看似简单的脊脚 却踢得石头是嗷嗷惨叫 疼得站不起来 大声呼救 虎子 豹子 你们几个傻站着干什么 快来打他呀 给我往死里打 除了事 我负责 刚说到这 砰 王平安是一脚踹在他的嘴上 满嘴瞬间是血 吐出两颗牙齿 这一脚 王平安才真的用了狠劲 刚才看似打得厉害 其实没有用一成力气 往死里打 你他妈能负得起责任吗 你负不起 但是老子能啊 王平安说着 一手揪住石头的腿 一手揪住他的脖子 嗖的一声 扔进了池塘的淤泥里 托通 泥水飞溅 已经溅底了池塘 到处都是小鱼小虾 还有小泥鳩 而石头在泥水里边挣扎 就像是一只大泥鳩 非常狼狈 挣扎了好久 惊恐的把脑袋从泥水里边抬起来 嘴里 鼻子里全是泥水 来不及吐 就疯狂的呼吸 吓得是嗷嗷拐叫 像是捡回了一条命 虎子豹子 还有另外三个年轻人 吓坏了 说起来话长 其实呢 从王平安动手 到打得石头满地找牙 只不过十几秒钟 当他们要冲过来的时候 王平安已经把石头扔进了泥坑里 并像人形怪兽一样 反过来朝他们扑去 第105章 只是想捉鱼 王平安真的恼了 自己这么爱好和平的年轻人 居然经常被人欺负 这还有天理吗 还有王法吗 特别是虎子那个家伙 特别欠揍 上次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怂成一团 导致自己无处发火 郁闷了好几分钟 今天在家招待朋友 正开心的说说笑笑 你们倒好 居然打搅我的兴致 真是无法原谅 虎子吓坏了 但是呢 也是人高马大的青年 大吼一声 准备和王平安拼了 但是王平安的速度太快了 一瞬间 就移动到了他的左侧 一脚把他踹飞了两三米 扑通一声 同样摔进了满是淤泥的池塘 豹子早就下出了心理阴影 下意识地举起了手 想要投降 但是王平安没有放过他 同样一脚把他踹到淤泥里 另外三个吓懵了 这村里的二傻 什么时候打架这么猛 自己蹚雷了吧 误会啊 我们只是路过 路过你妹呀 王平安打脑了 每个人踹上一脚 统统踹到了淤泥里 刚好看到淤泥里的水抽光 就顺手把抽水机关上 噪音一下子消失了 这才发现 风很大 空气里呢 有些湿意 天要下雨了 叔叔真棒 把坏人全部打倒了 王田田兴奋的鼓掌 不是第一次有男人 愿意为许青打架 但是这一次 他却兴奋的身体都在颤抖 觉得好过瘾啊 觉得王平安打架的姿势 太帅了 可惜太过兴奋 忘了录视频 听到王田田的鼓掌声 他才懊悔地跟着鼓掌 就该这么打 哼 刚才那个家伙 还想打我呢 想起刚才那一幕 许青仍然觉得愤怒 二 二傻 你干啥呢 你怎么打人呢 看热闹的王景义 其实同样是吓懵了 直到这时候 才想起来出声劝阻 你闭嘴 你再啰嗦 我连你一起打 王平安还记得 他刚才说的话 你一个出来消失的人 关你什么事 王景义老脸一红 被王平安吼了一嗓子 居然有点害怕 这时候才突然想起 这货就是一傻子 没事跟他闹腾什么 摔进池塘里边的几个人呢 挣扎着就想上岸 可是哪个刚到岸边 就被王平安重重的一脚 重新踹进去 告诉我 你们抽水干什么 王平安继续刚才的那个问题 二傻 你等着 等老子上去 我非弄死你不可 石头没有回答问题 反正是更加愤怒 嘴里都是淤泥和血 心中的怒火已经让他失去理智 他王景义 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呀 在村子里 什么时候不是横着走 今天居然被人打掉两颗牙 还扔进了泥巴坑里 这事 绝对没完 弄死我 我今天先弄死你 王平安也是气得有些失去了理智 傻劲又上来了 撕开上半身的衣服 露出了一身棱角分明的肌肉 冲到岸边 抓住石头的脑袋 把他往泥水里边按 你 我弄了 救命 石头是拼命的挣扎 想把脑袋从泥水里边抬起来 但是王平安的力量 已经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完全没有一丝挣扎的希望 虎子一看 自己的父亲快要被泥水给呛死了 眼睛通红 风一般的扑上去 要和王平安拼命 王平安像抓小劲一样 动作快的超出想象 一把就抓住虎子的脑袋 同样把他往泥水里边按 泥坑里的另外四个人 当场就吓尿了 扯着嗓子大喊 救命啊 二杀疯了 要杀人了 快来救命啊 在岸上的王景义 吓得腿都软了 连滚带爬 向不远处的村南路口 大声叫喊 村里的人都来呀 二杀发疯了 要杀人了 快来救命啊 就连王文财和来往 也都是惊恐万分的大喊 二宝 你快住手啊 你不能真杀人呢 快快快 放开他们的脑袋呀 快呀 他们要憋死了 说着 他们也不怕身上弄脏了 直接是扑进岸边的泥水里 抱住王平安的胳膊 求他放开石头和虎子 王平安呢 心里有数 等他们快要憋不住的时候 就会装作力竭 让他们喘上一口气 然后会接着往下 不过 他现在要表演的就是一个 被惹急的傻子 疯子 这样才能镇住村里的人 省的以后 有这么多的麻烦 自己好久没有发疯 村里人似乎又忘了 当年自己是怎么对待人贩子的 你们两个别碰我 这孙子说要弄死我 你们没听到吗 他妈的 我今天就先弄死他 谁劝都不好使 王平安挣扎着 趁机让石头和虎子 多呼吸几口气 嘴里边的泥巴水 呛得太多了 怕是会堵住呼吸系统 二宝 别打了 别真闹出人命啊 今天已经很解气了 真的 岸上 许清也是急了 大声劝说道 隔壁果园的王洪亮一家人 早就听到了动静 这时候才跑来 看到王平安把两个泥人 往泥水里猛按 也是吓得不清 大呼小叫的 劝说他住手 在村口打牌聊天的一些人 听到王景义的呼喊声 也都跑过来了 一边询问情况 一边劝说王平安 别打了 别闹出人命 都别管我 这几个混蛋要弄死我 我要看看他们是怎么弄的 王平安装作没有力气了 趁机松开了尸头和虎子 两个人像泥酒一样啊 连滚带爬 咳着哭着呕吐着 揪着杂草 爬上了河坡 他疯了 他疯了 真的疯了 我这是随便吓唬他一下 他居然真想淹死我呀 队长王景时 这回是真的怕了 感觉自己啊 在鬼门关爬了一圈 有几次是真的窒息了 别的眼前是一片黑暗 幸亏又缓过来一口气 虎子呢 更加不堪 哭嚎道 救命啊 不管我的事 别暗了 别淹死我呀 我再也 再也不敢找你麻烦了 王平安追了上去 表情猙獰的吼道 都他妈闭嘴 我再问一遍 你们抽我家池塘里的水干啥 要是不回答 我还会把你们扔回去 捉鱼 我们只是想捉鱼啊 真没有别的意思 王景时 吐干净了嘴巴里的泥巴 终于说话利索了 惊恐地回答道 对对对 我们只是想捉鱼 虎子也跟着回答 王平安是砰砰两脚 又把他们踹回河里 吼道 既然想捉鱼 就他们好好捉 不捉完 别上来 说着 把王景时一伙人带来的捉鱼小桶 也踢到河里 就站在河边 看着他们捉鱼 正想清理池塘呢 来几个免费的苦力 王平安 可不想轻易地放过他们 我去年轻人带来的 我们下期待